王哲林在南南世界杯的三场比赛里 场均狂砍3.7分 怒抓400 正负值高达-17.3 全队队低 也成了众多网友调侃的对象 仔细去看王哲林的高阶数据可能更夸张 真实命中率40.7%已经是他比较正常的数据了 也就是比季后赛的霍尔迪稍微差一点 数率30.7%我是真没见过 而且他互荒的时候对手命中率高达87.5% BPM则是-16 每个数据都不像在FIFA打球的正常地球人类 当然说个现象很简单 翻翻数据端或者看看比赛 你就能知道王哲林打得有多差 但是王哲林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虽然他一直认为是外战外行 内战内行的典型代表 但是差成这样还是非常离谱 这件事还是能看出不少背后的问题 要知道王哲林是为数不多 真正被NBA选中的球员 虽然没有去 但是也能看出他绝非庸才 王哲林出生名门 父母都是福建兰兰的职业球员 这也导致王哲林29岁的年龄 相对其他球员更靠谱 当然正如狼来来的故事 你改来太多次别人肯定会有质疑 在王哲林一路打出来的过程当中 美国球团对他的年龄一直存在怀疑 觉得虚报了三岁 但是年轻的王哲林 抢上的天赋深受球探认可 2012年Draft Express的两位球探 Matt Williams和Jonathan Giovanni 就很看好王哲林 他们提到王哲林最大亮点 是强壮的下半身 小队很粗壮 他七尺身高和六尺十一的臂展 静态天赋不如周期 但是依然是同体型球员中 移动能力很强的存在 而且他们提到王哲林的动作流畅而协调 这句话如果你看过王哲林打球 可能不会同意 但是在游时期世界锦标赛 和巴塞罗纳的耐克国际青少年锦标赛里 王哲林面对矮小的同龄人 确实打得很流畅 他们提到王哲林主要缺点是 动作太容易被预测 而且传球能力一般 同时防守距离职业球员 还有很远的差距 2012年18岁的王哲林 进入CBA开始为福建效力 第一个赛季 王哲林就打出了超强的数据 场均20.3分 12.900 和23王哲林几乎没有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 13王哲林命中率就高达56% 而23王哲林只有52.8% 你还要考虑到 13年CBA的水平可能要比现在更高 而且王哲林那时候 还有62.7%的罚球命中率 而现在只有56.7% 世界边王哲林更是只有 37.5%的罚球命中率 在某些领域 19岁的王哲林可能会比29岁更强 为什么会这样 这件事情值得思考 接下来几个赛季 王哲林在CBA稳定输出一个 场均22分12版左右的数据 对于一个国内球员来说 绝对不简单 同龄的周期也就场均15分10版左右 2015年 更多美国球团开始关注王哲林 Fansided的Rafael 在CBA看了大量王哲林的比赛 当时王哲林已经开始展现出 更多元的比赛内容 比如球团说 当时王哲林的顶级技能 是在转换和挡拆中 完成进攻的能力 而且在近况和篮下区域 有柔和的手感 王哲林并不是靠力量压制对手 而是通过接触来保持平衡 这句话非常精妙 对王哲林比较简单的形容就是 用最丑陋的姿势打进两分 虽然你看着动作似乎变形了 或者很勉强 但是王哲林总是能莫名其妙把球打进 另外 王哲林的罚球命中率有64.7% 球团认为 他的罚球动作没有问题 只是出手过于匆忙 另外 三年的职业生涯 让王哲林的传球有了大幅进步 他可以面对篮筐 扫描全场并送出助攻 虽然他在夹击的时候很容易被抢断 但是他还是在努力用身体保护运球 球团认为王哲林14.2%的失误率 在他24%的回合战友率下 也可以被接受 早期王哲林主要缺点还是缺乏力量 容易被更强硬的球员推开 而且避转太短 容易漏板 打低位的时候也难以站稳脚跟 王哲林那时候被提到的防守优点 反而是横移 球团认为王哲林横移可以跟住小后卫 当然也可能CBA的这些国内后卫 球团和球迷的共识 在16赛节王哲林场军只有0.5次封盖 球团认为王哲林缺乏护框和协防意识 可能是来自于教练组的示意 虽然疑问重重 不过辉雄还是在2016年第57孙位选中的 当时冠令已经22岁的王哲林 但是王哲林从来没有真正登陆美国 连那年的夏季联赛都没打 有说法是王哲林拒绝去 也有说法是辉雄没让他来 其中细节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但是接近次轮没的球员 不去打NBA也非常正常 并不需要深究 从王哲林自身的情况来看 他很早就是福建的小股东 在CBA打得顺风顺水 他的打法和风格和NBA 可能不用想也不适配 不考虑一些追梦 探索自己极限等等的东西 从收益出场时间 这些现实角度考量 王哲林不去NBA可以理解 毕竟我们不能要求 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而且并不是去了NBA 就一定有商业价值和流量 周期同年去的是 全NBA最热门的球队 还是一只争贯队 但是那几年对周期的商业价值 似乎并没有太多提升 王哲林在CBA也有进步 在18-19赛季 王哲林数据再度增长 打出场均24.7分 13.7板 2.40如共 拿到了常规赛MEP 但是还是那句话 CBA的数据看看就行了 这套数据 你不需巅峰一键连 但是来到国际赛场 你知道王哲林的一键连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从CBA的BPM来看 一键连依然是独一档的球员 以一九赛季为例 虽然一键连只有21.4分 9.8板 看似不如王哲林 但是一键连当赛季 BPM8.43 中国球员第一 而拿到MEP的王哲林 只有1.96 19年南南世界被一键连 可以厂军砍下18分8板 而王哲林只有8分5板 还是那句话 CBA的技术数据嘛 不用太认真 BPM虽然不见得是多高级的数据 但是用它来分析 一键连和王哲林 至少比看20加10这种东西 靠谱多了 从战机上来看 跟NBA的MEP恩比德一样 王哲林在CBA最强的 还是打出得分和篮板的能力 王哲林在二三赛季 再度拿到了CBA场合赛MEP 也打出了单场61分 这种精神数据 不过CBA的水分 这几年可能越来越大 从世界杯三场比赛来看 王哲林的竞技水平 差到无法理解 比一九世界杯都差了 不止一个档次 一个以进攻能力 和篮下终结著称的联赛MEP 去到国际赛场场军三分 简直就像科幻片 对于现在CBA到底是个什么实力 王哲林早年的球探报告 我认为虽然他有很多硬伤 但未必没有改进的空间 王哲林招牌技能 就是用丑陋和怪异的动作 把球打进去 他在篮下的身体控制和中介手感 我觉得其实还是厉害的天赋 但是在CBA这种常年弱击的强度里 王哲林并没有足够的动力 和更好的指导方向 告诉他如何变成一个 真正更好的球员 当初2019年 他代表中国打夏季联赛的时候 和热火队NBA球员同场竞技 还能拿下12分14半 王哲林在国内球员里 其实真的有点东西 只是在一个水平 越来越低联赛的 蹉跎岁月中 那些变成了无法 在更高级别赛事上 去验证的东西 球迷当然可以因为 三场离奇的表现 而迁怒于王哲林 但是中国篮球的堕落 显然不只有王哲林一个人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